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如果要说拥合国家,以色列无疑是中东第一家,而且还是得到美国默认授权的。 2017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-28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,以色列拥有80枚核弹头,虽然排名靠后,但是也已经算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拥合国家,而且以色列在常规军力方面也获得了美国的大力支持。 所以这个时空面积不足,2.6万平方公里的小国,在中东地区其实已经不太可能被别人蹂躏了,既然没人能蹂躏,自然就想着要蹂躏别人。 以色列是这么想的,也是这么干的,叙利亚已经被以色列打了很多次了,却毫无办法,但是以色列就是不敢打一直暗地里支持叙利亚的伊朗。 即使现在伊朗明目张胆的在叙利亚布局,并威胁以色列第二城市特拉维夫,以色列方面也暂时只是打口水战,但是还不至于敢直接去攻击德黑兰。 之所以不敢打伊朗,最大的原因是伊朗虽然没有核武器,却拥有庞大的地区导弹部队,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,这些导弹的射程,被限制在2000公里以内,虽然够不着美国,却完全可以覆盖以色列。 以色列是没有战略纵深的国家,伊朗就算没有核武器,凭借其现役1500多枚先进导弹,也足以将以色列移为平地。 而伊朗的国土面积约为165万平方公里,其战略纵深远远大于以色列,所以以色列不敢硬碰硬。 另一方面,以色列打击别国主要是通过空军袭击实现的,但是伊朗和以色列没有接壤,中间还卡着叙利亚和伊拉克。 光是叙利亚就是以色列绕不过去的阻碍,北部的土耳其和南部的沙特,显然也不会给以色列方便。 所以就算以色列想打伊朗,障碍也很多,实行起来并不可靠。 再一个,以色列虽然一直很好斗,但是也得听从老大美国的话,美国没说要打伊朗,以色列是不敢自己去捅马蜂窝的。 伊朗怎么说是一个区域军事大国,如果未经过美国同意开打,以色列还不一定能够占到便宜。 而万一结果不利于以色列的话,则以色列这些年来,在中东地区苦心经营的成果,就将付诸东流。 所以面对伊朗,以色列也只能采取不希望战争的态度,美国之所以嚷嚷着要重启伊核协议谈判。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伊核协议,并未限制伊朗导弹技术的发展。 伊朗甚至帮助叙利亚修建了导弹基地,这相当于直接把导弹架在了以色列面前。 在这种情况下,瑟瑟发抖的肯定是以色列,而不